1分25出去就行 而且我跟你講你要斷線的過程中他過來追你不要怕你視頻紅好吧 有種他活活把你點死 他基本上是點不死你的好現在出去 來來來跟我走 真有這麼蠢的人 還行吧他雖然殺了我但是這個線他沒完全進去 還行吧雙招我們這裡不用交東西直接走就行 我剛剛其實往這裡走也好一點往他家裡走往這裡走他會上路有點快 他掉了一個兵的經驗 沒事沒事 死了但是你不用對線被他折磨 沒關係的 該補的刀不會漏多少 頂多掉幾個近戰兵而已 過去穩金燕就好了 他本來長手打你 他去打一集團了之後去 那個 謝謝謊言續費的賺粉了 謝謝謊言續費的賺粉 還行吧 把血藥嗑完 這我也挺蠢的玩射手上單不就是玩近戰打不過才玩射手的嗎 真相就是這樣的 你要會玩近戰你幹嘛玩這個能對不對 小丑還不來 可惜 這家Q沒打到 小丑還不來 這小丑還不來 白剪的頭還不來 他好想殺我呀 走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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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丑有點貪啊 他找來我弄掉那麼多的 他是射手 你打不了他是機制的問題 小問題 把線屯 推進去就行 這裡點個眼 我有可能會被卡住 小概率 吸血鬼權杖 他沒買鞋 這B買了一個吸血鬼權杖 有TP沒關係 石頭人也不可能抓5 掉了一個近戰兵還行嗎 還能玩木哥們 等我等級起來你就慘了 喜歡遠程騎不近戰 喜歡遠程騎不近戰 還好我劍魔手藏 我打到目前為止我也沒有虧什麼 他買鞋要比買這個要好一點 不過他這個線也是他沒虧多少東西 還不買鞋 你還不買鞋 我都買鞋了你不買鞋 帶灰心打就好了 灰心可以幫你補符文傷害 這還不買鞋 急跑別急他會送 你等他Q上來就好他Q上來A你你就Q 你就QE W Q2就行了他會把你移走的 他把你移走就不要追 或者你QE W Q2 A就行 你不要交W等到下次再交 再交那個他就死了 他可能是你QE WQ 那是我QE WQ 你QE WQ 你比我上壞了 我不曉得 你QE 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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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蜜蜜就點滿了 1.17的攻速 他交閃他也死了,他玩不了了已經 已經結束了 我感覺他是不是用這條命來換我的閃呢 不好說 這波我要越他的線 誒 沒事你沒懶 卧槽 我二段沒打到外圈,Q3也沒打到內圈 兩個技能沒打內圈 還是死頭人厲害 打不過 算了 手下敗獎 我給你嘻嘻 操了 唉唷操了 還行吧這威恩沒賣鞋 對線還是OK的 這麼一看這對線我們都是優勢路 威恩已經叫閃了 但他這波有急跑 有急跑也不怕了,欸不死我們 沒買鞋的威恩 沒什麼威脅的呀 他這種我Q2打中他不只要E拉回來就死了 我Q打到他直接E我 還有這火 他不E就沒了 沒事幫你們出口27 你們平時肯定碰到這種 遠程打近戰的 等CT起來就可以隨便打 劍魔手藏其實不是很怕威恩,就是前期會有點怕 打了後面就不怎麼怕 偷東西 偷東西 想逃 哦 太幽默了這兩個人 在幹嘛呢 啊別別別別 這不點嗎 可以啊 可以還有助攻 喔 薩克啊 哥坦之王 他忘記撿先鋒了 還好有個澤拉斯過來 澤拉斯撿還可以 放中路兩個人一起 也算吧 也算幫小口撿 好K 想混個助攻啊別亂說K啊 沒我的小丑還拿不到這人頭 怎麼就說K了呢 這叫互利共贏知道不 長久合作持續發展 怎麼就K了呢,我沒K啊 幹嘛 在追 死了啦 死了啦 這叫持續發展,懂不懂 看來不蠢啊,這石頭人挺聰明的 以後誰再敢說石頭人蠢 對不對 傻的先推了我們 走囉 幫我拿頭就是害我 哎呀 這沒吃到 算了錯過了就錯過了 沒了呀 要抽了個盾你怎麼玩呢,我有護盾你怎麼玩呢 你打我都打不動了 而且我打你很疼 他意不意開我已經 我是很重要的 啊 啊 我操,我操這飛刀 技能已經可以投降了 小丑加這個,雙AP走下,雙AP走下其實挺垃圾的 太容易針對了,買點魔抗打不動 哇擦,真神 這個才是真神 這個才是真神,唯一真神,玩到現在的唯一真神 你還回來 你把我擊破 哇操,出事了 我裝了這波,我應該早點閃 算了送一個吧,送一個值錢 可持續發展,算了算了算了,送一個送一個 送一個吧 一千塊不到一千 頂多八百,撐死了八百,小丑才一千 我這頂多八百 遊戲也要多元化啊,遊戲體驗多元化給對面也來點體驗吧 不能總是我們自己爽 要大家一起爽對不對 賭樂樂不如中樂樂送一個吧 但是送一個應該不會輸吧,我操 應該不會輸 這樣能輸以後不止播了,我操 這麼大的經濟優勢,這麼大的防禦塔優勢 只要能輸以後還爭不完英雄那邊 那就說明,遊戲技術是贏不了的,我操,遊戲技術是控制不了輸贏 對了,我後面還得換個水 你還沒破敗啊 你死兵了 他交了個急跑 還行嗎 他交急跑也可以 GOODLIKE 下版本我有想過優夢加套子的組合 然後帶會心 砍人也挺痛的,尤其砍脆皮 砍肉其實也還可以 優夢加葉子封用 也不是不行 我操 我操哥,錯了 誒誒我過牆又如何 算了,兩個閃 算了 這都能追過來 誒,還想說我過牆又如何應付 不急啊,等他過牆 跟閃直接死 誒,怎麼那麼煩啊,有他在我活不了 他弄死我兩次了,而且還單殺了 被他單殺兩次了 不感覺澤拉斯要死了 他在這個位置 我這麼狂啊 還打別人一套 石頭恩確實挺難打 不是難打,很難殺 難打到不至於 我操,這麼尊重啊 你們殺個鬼了 用這麼多技能 我感覺他這個技能好垃圾 我感覺他這個技能好垃圾 他這個技能一般不會有那麼多人笨到全部站在一起給他炸的 他這個技能是炸的人越多傷害越高嗎 他單體傷害也不怎麼厲害 幾乎秒不掉有這種感覺 我對這個遊戲有點失去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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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團吧 我感覺好傻逼喔 他不跟團一直死 他想一槍給這無緣敲死 這玩意簡說是大有用爆吧還得小連招 我感覺他大招自無一射吧 他大招沒什麼傷害 跟蹤 換個水晶血打團去了 打團去嘍 傷害還真挺高的 這偷人 嘿嘿 是吧沒傷害了他那個大招 一點不要緊 他地上這一塊是什麼東西呢 那一攤水是什麼呢 他這攤水是幹嘛的 比較臭老實 下版本我想出幽夢加套子 幽夢加套子18加15有33的穿甲再加上猛男衝擊直接40的穿甲 40穿甲兩件套 賣5000多 這Q人其實蠻痛的 我覺得可以 而且套子還有生命值也不怕說脆 有第3件買冰刀 好像就可以了 大家會很脆很脆 我覺得可以看情況不移魔刀什麼之類的 又開窗 我們的陣容確實打得很不太厲害 喔劍來了 還真的能中呢 這可能是錯 這都能中啊 下版本冰刀作用不大 青龍刀會厲害一點吧 但是如果你幽夢加套子的話就沒有CPE了 鞋子得買CPE鞋 CPE鞋15加超然25 25 25其實也夠 因為CPE的東西它越少的話也還可以 25還真可以 第三件你再補青龍刀也行 我的想法是這 因為這樣你打脆皮會很痛啊 Q1Q2就死了 Q1Q2打一刀就死了 我給他青龍刀還是得出 要麽就由夢套子出青龍刀再補個冰刀 我感覺這樣出應該可以 操 操,沒有 有1Q1接A還有機會 我这出装太脆吗,你出什么其实都脆 脆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逻辑上来讲脆是因为别人打你 那他打你你把他宰了不就好了,但是话要这么讲 杀不杀没那么容易,你被不被杀也没那么容易对不对 还是得看操作的 看讲究一个时机吧 主要是讲时机 时机对了就OK了,时机不对怎么玩都是错的我感觉 排眼刀 那排眼刀怎么能出呢 有人出血量也没事 主要是我们得结束游戏,这队友好像杀嗨了 他妈好像不想结束游戏能不能打个大楼 我其实这把没怎么补到,我发育很差 我差178 正常来讲我现在应该死路纸 剑魔他本来就可以出刺客 他技能特性决定 技能英雄吧 纯技能物理英雄都可以出刺客装 你像节目也可以 石头这么大刀一直捏都没放呀 我要杀的是 闪 来追我呀 嘿嘿嘿 到我了 到我了 到我到我了 到我了 中剑 没中 他射的是那个 出装打中单吗,剑魔不适合打中单 他手太短了,而且技能实力太久 打中单的英雄 技能推陷实力不能太久 技能实力太久很致命 很致命你懂我意思 出套子好了 但这样出好像,算了不是套子 剑魔不适合打中 打中要看什么英雄,他打一些 刺客可以,近战的刺客的可以欺负别人 近战刺客手比剑魔短 或者一些近战的战士 你要打远程的AP我操就难打了 别人手比你长,推陷也比你快 主要剑魔的东西他不好游走资源 中单这种未知算是一个游走资源的路 剑魔走中就不太 很记住 能明白吗 相信大家都学过一个词 相信大家都有学过这个词 华操这个减速还真有意思 A下9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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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刀到白主 独眼刺终结站不起来很正常的 他补刀掉是不是 50 哎拿下兄弟們,大點不關注 沒點關注點不關